广州队客场绝杀江西庐山 放大石背后看细节 原因清晰可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广州队以前屡屡被绝杀 现在开始绝杀别人了 这是好的现象 恒大在最后阶段体现了体能优势 面对对手两个外援和三个裁判的夹击 广州队竟然反败为胜 实在让人心头放下一块大石 这个世界让人看不懂 全都是恒大足校球员 没有外援 中甲中游 平均年龄21岁 相信足校继续发展 真的能全校班无外援冲超 那就真的厉害了 这支广州队的7号 9号 30号 31号 都有足够实力入选国奥队 不过 现在国奥队的打法不大适合这帮队员 除非让萨帅出马挑选球员 就像U15打东亚北 广州队这帮球员 很关键的是 遇到了一个懂他们的教练 才能将技术与才能一一展现 恒大足校球员 基本功扎实 有发展潜力 广州队本来就该这样 强调地面配合 不乱踢 上一场对无锡没看懂 打了很多长船 低级失误也很多 上一场队长 侯豫不在 暂时没人能顶这个攻防枢纽 面对有外援的球队 能踢出自己的特点 落后还能逆转 太提气了 对年轻球员的成长很有帮助 教练是最大的亮点 同样的球员 不一样的教练 给球员带来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到这群小伙子的拼进 当下恒大有困难 其他广州的企业应该帮帮忙吧 以前的教练太差 现在有知名度的球员都走了 这教练能力一流 广州队需要一个高个中后卫和中锋 保级成功之后 肯定要考虑这些问题啊 我们的目标是冲超 刨除技战术 中国足球缺乏的就是这种拼的精神 支持后勇 愿这种精神能持续下去 终有不负球迷的一天 这就是同样的材料 有的人能做出好食品 有的人就做得难吃 这就是水平问题 广州队进攻很流畅 创造了很多机会 本赛季保级没问题 关键是 球队能否还能继续保留下来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